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波王良在11000点之上带会员放空 王良告诉过你们 我已经看到了空投市场 而且不用等到这个盘跌下来 到9月底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员的一个操作绩效 就已经在创新高了 对不对 那何况后来大盘呢 又跌掉了1673点 那这个盘跌下来就出现很多声音 来告诉你们跌升了 来告诉你们跌够了 来告诉你们说 这个地方底部到了 股票的投资价值浮现了 请你们想一想 大盘指数它总共跌多久 它不过才跌一个月 如果这个行情已经进入了空投市场 我请问各位 有可能一个月它就结束了吗 有可能一个月就让大家看到底部了吗 所以事情其实呢 没有那么简单 只是大家太想要赚钱了 太想要买股票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只要觉得便宜 就会认为那是低点 只要看到跌下来 就会觉得说 那个地方是底部 我来告诉各位 十年前 王良曾经呢 代汇源从9859点开始去放空 而且一路呢 空到了大盘 跌到了3955点 高达6000点 跌掉了6000点 各位知不知道 那么那一波呢 在放空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 有另外一个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哦 避险基金的一个老板 避险基金的创办人 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避险基金呢 叫做桥水基金 我跟各位说 当年呢 他跟王良一样 一样是在做空 所以呢 经过了2007 2008年之后 反而让他们的一个基金呢 声名大造 而且一战成名 而且我跟各位讲 那一年绝大多数的基金 通通都赔钱 对不对 可是桥水基金呢 它却是逆势成长 因为当年他跟王良是站在同一边的 而在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各位 这一个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他现在在想什么 他现在在担心什么 请你们看下去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呢 叫做戴利欧 他叫做戴利欧 他说 政治的冲击市场 这个威力呢 更胜以往 而且他强调 下一波的衰退呢 恐怕会发生在2020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你可以不相信我 可是我请问各位 全世界最大的 而且操作绩效最优秀的 避险基金的创办人 他说 下一波的衰退 会发生在2020年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那现在大盘在哪里 还在9000多点 现在呢 是2018年 所以到2020年这一段期间 难道你真的以为 大盘指数还会再涨到1万1 还会再涨到1万2吗 我们再来看这里 准确预测 美国其中选举会出现分裂 国会的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代理 一公 今日政治对于全球市场的影响力 已经大幅的超出以往 他还预言下一次经济衰退 可能会发生在2020年的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其实王良认为 现在呢 就已经在衰退了 对不对 现在呢 就已经在萧条了 只是经济衰退跟景气萧条 这种字眼实在是呢 太强烈了 实在是呢 太震撼了 所以会让很多人呢 无法接受 可是你再怎么无法接受 大跌了1673点 这毕竟是一个事实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一次跌下来之后 你们想一想哦 反弹到了1014点 结果今天的低点是哪里 9798点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大盘 他现在他是会震荡的 没有错 但是呢 震荡震荡之后 他还会再跌 他还会再破底 这个盘往下还有空间 今天大盘 收盘的时候 跌掉了115点 我请问各位 有多少股票跌下来 有多少股票杀下去 王良是不是告诉你们 做股票要有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在多投市场 你不要做空 对不对 可是在空投市场呢 你不要买股票 这就是一个原则 而今天大盘 就算呢 只有跌115点 我跟大家说 王良带给会员的一个空单 王良曾经带会员放空的股票 在今天呢 有四支股票杀到跌停满 各位想不晓得 在今天 王良带会员放空的 享受跌停满 472 是不是让很多人觉得 莫名其妙 王良带会员放空过的 三倍得 今天呢 跌停满 142.5 过去的一个礼拜 有没有人继续的在拉 继续的在买 继续的在炒作 有没有一些股票老师 还带了会员 拼命的跳进去买 你们到底是在做什么 三倍得跌停满 会赚科 我这个礼拜一 才带会员去放空会赚科 结果会赚科 在今天呢 一开盘呢 是直接跳空跌停满 如果你想知道 会赚科为什么会跌 我跟各位说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呢 有大户在停损 就这样子 有大户的 它在投股票 它在抬股票 今天跌停满 或许卖不掉 对不对 可是呢 下个礼拜 也许有一些散户 会想要减便宜 因为散户做股票 如果不是贪心 就是贪小便宜 所以呢 再一根跌停满 说不定呢 就卖得掉了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王良代会员 礼拜一 放空的会赚科 跌停满 天刚呢 一样杀到了跌停满 而王良放空天刚 前面的节目当中 我是不是有 跟大家介绍过 对不对 那你们再看下去 翔硕 这一次涨多 拉回 反弹 今天又跌停 我必须让你们知道 树再高 树再高 他也涨不到天 树再高 他也到不了天 对不对 而且呢 其实 以股票来讲 他的本质是 没有一档股票 他能够呢 在所谓的高档 撑 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他终究会下来 连大力光都下来了 有没有 连台积电都下来了 对不对 翔硕在今天跌停满 再来呢 三倍得 这一波的第七根的跌停满 再来呢 会赚科 礼拜一才去放空 结果呢 今天开盘 是跳空跌停满 再来呢 天刚 从七十块钱 开始带会员放空 今天跌到多少 跌到四十九块钱的跌停满 我跟大家说 有些公司 他的本质 就是投机炒作 结果然这么讲 大家呢 一定不了解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各位 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有一个主力 他曾经说过 一间公司 如果没有问题 是不会呢 去找他炒的 是不会去找他拉的 也就是说 来找他的 几乎都是 有问题的公司 那你们再来看看天刚 天刚 他说他积极转型 转攻游戏市场 你有沒有觉得 很热身的感觉 他说他投入游戏开发 拓展全新的业务 并且以自制的转校生来打头证 我们等一下来找找看 转校生在哪里 你们再看下去 这个 这个是国内的 所统计出来的 anjoy 手机 游戏的一个成长榜 这个成长榜里面 到昨天为止 你看 到昨天为止所公布的 成长的前十名 你有没有看到转校生 没有 对不对 这是一个新游戏 所以你要进成长榜 理论上来讲不难 因为你的机器很低 对不对 可是怎么没有进这个成长榜呢 那成长榜里面 没有转校生 然后呢 安装榜里面 也没有转校生 对不对 我们找了半天 前十名 也找不到转校生 那王娘现在有个问题 那这个转校生 它到底是 转到哪里去 对不对 怎么会找不到 那我们不要去管 那个转校生了 我们来看股价 王娘代会员 放过来70块钱 我刚刚说过 任何的公司 你在高档呢 都撑不了多久 对不对 天刚从70块钱 带会员放空之后 跌到多少 49块1 而且天刚最近呢 才刚刚 处分不动产 那大家处分不动产 都赚钱 偏偏天刚处分不动产 他赔钱 预计损失3188万 那处分不动产就算了 我告诉各位哦 你看到天刚跌下来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 当股票才跌到这里的时候 天刚就宣布 他要做什么 他要买回库厂股 他要买回库厂股 要买1000张的库厂股 预计呢 要花多少钱 8500万 可是到今年的第二季结束的时候 天刚账面上的现金 只有7000万 你的现金7000万 你要怎么去买回 8500万的库厂股 我也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这个是在9月26号 9月26号 所以买库厂股 绝对不是拯救股价的万灵单 对不对 那再来呢 我再给各位参考一下哦 讲到这个库厂股 我们再看下去 国具 他在7月18号宣布 他要买进4500张的库厂股 要花50到60亿 没有错啦 是50到60亿 但是国具 人家有多少 283亿的现金 对不对 所以他要怎么买 我跟各位说 都可以 可是呢 国具说要买库厂股 从他宣布之后 股票从955块钱 跌到多少 跌到298 是不是 从955 跌到298 那最近呢 说要买库厂股的公司 还有一间 那叫做联电 对不对 联电也说 他要买库厂股 有没有 跌下来之后 就说他要买回 30万张的库厂股 结果联电的股价 他就上去了没有 我告诉各位 不但没有 大家是越来越有信心 还是呢 越来越没有信心 今天的联电股价呢 他又破了底 所以请你们记得 当你常常听到库厂股的时候 请问 那是在一个多头市场 还是在一个空头市场 而且有很多的公司 现在股票出不掉 对不对 透过呢 实施库厂股 刚好怎样 刚好可以把股票 卖回去给公司 刚好可以呢 把公司的现金给掏出来 所以请大家 一定要认清这一点 下一个阶段回来 我知道 你们对于投机炒作股 都有兴趣 对不对 因为大家想要知道的是 哪些股票 它有可能真正的暴跌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我们在广告过后呢 再回来 最近玩两所 带会员放空的股票 有一些呢 它撑在这里 有一些呢 它涨上去 可是我跟各位说 只要整体的趋势 是往下的 每一档股票 虽然跟大盘的相关性呢 不太一致 对不对 但是 覆潮之下 勿安卵 现在这个盘 还在9800 还在9900 我认为 还是一个绝对的高档 大家恐怕很难想象 在将来 有很多 四五百块的股票 跌到剩七八十块 有很多 一两百块的股票 跌到剩二三十块 有很多一二十块的股票 我跟各位说 很有可能跌到呢 只剩下一两块 为什么 因为趋势在往下 因为你终究会看到 经济衰退 会看到景气萧条 可是我知道 绝大多数的人 都想要赚钱 可是呢 又不愿意去做空 因为不习惯 对不对 那我请问各位 在过去的三个月 你要怎么做 才能够赚到大钱 在过去的三个月 有哪一个人 能够像王娘一样 带会员 让有些人 赚到四百万 赚到五百万 赚到六百万 我在这个礼拜一 带会员 放空的股票 其中一支 其中一支 叫做会赚科 对不对 会赚科 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跌 昨天就开始杀了 昨天呢 杀到了五十一块二 今天一开盘 我跟各位说 一开盘 天刚亮 会赚科呢 就跳空跌停满了 对不对 一开盘 就直接跳空跌停满 直接跳空跌停满 我看不看得出来 哪些股票会跌 你说股票跌升 会不会反弹 会啊 那你能不能在反弹之后 再下去放空 那这一段 是不是就能够赚得到 对不对 王娘带会员 礼拜一 放空在五十七 今天跌到了四十六块一 那除了会赚科之外 这一波王娘 曾经带会员 在七十块钱 放空天刚 七十块 七十块钱 放空天刚 结果天刚 今天开盘 杀到跌停满 四十九点一五 当我娘开始 带会员放空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 股票它也没有马上跌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马上跌 它也在撑 它也在盘 所以这样很多人 做股票失去了耐心 可是没有耐心 我跟各位说 你是不可能赚得到钱的 对不对 那讲到这个天刚 我告诉你们 王娘放空的时候 他其实有利多 还不少 比如说 他说他转型 对不对 天刚说他转型 转型要抢攻游戏市场 他投入游戏开发 拓展全新业务 并且以自制的 转校生打头证 那我们就来找找看 这个转校生在哪里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看 Android的成长榜 到昨天为止呢 前十名 你们找到转校生 没有 我们只有找到女王 找到钢琴 找到城市 找到战争 对不对 没有找到转校生啊 还有公主 还找到公主 那再来看哦 这个Android的安装榜 有没有转校生 结果呢 我们找到了神魔 找到了Pokemon 找到了怪物弹珠 找了半天 却没有找到谁 没有找到转校生 这奇怪耶 对不对 怎么找不到转校生呢 那再来 我跟大家说 这个天刚呢 还处分不动产 对不对 照理说处分不动产 应该有利益啊 结果呢 别人处分不动产 是有利益 他处分不动产呢 是损失3188万 那赔钱就算了 他还要买库产股 对不对 买库产股 其实只是要为特定人 交代一下而已 有啦有啦 我们有要互盘啦 是不是这样 买回的总金额上限 8500万 到第二季结束为止 账面上的现金是7000万 那不是很矛盾吗 对不对 人家国具好歹 人家有280亿的现金 去买60亿的库产股 那不过分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天刚的股价 怎么走 王梁知不知道 哪些股票最容易跌 王梁能不能够去找到 投机炒作的股票 那就算是享受 我跟你说 今天一样跌停满 对不对 你再会撑 撑久了 一样撑不住 就好像呢 这个康友 那我现在来讲一下康友 康友跌界的地方 有一个水杯桌林 他就是投信 主管机关应该去查查看 这些是哪一家投信 会去干这种蠢事 买了一缸子的康友 结果在昨天呢 开始杀 在昨天开始出 你们这样子做 对得起你的受益人吗 对得起那些上班族吗 对得起那些买你基金的人吗 这是投信 王梁放空康友 我跟各位说 我就算被嘎 我也很大方的承认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 我就算空在起涨点都会赢 但是你们相信吗 结果康友的股价跌到哪里 从538块钱跌到了125块钱 因此我跟各位说 接下来我还要再放空 高价股 高本益比 高融资 还有投机炒作股 那讲到投机炒作股 你们刚刚看到 会赚科跌停满 对不对 天刚跌停满 翔硕跌停满 在昨天之前呢 康友连续14天 跳空跌停满 那么在今天 王梁曾经代会员 放空过的三倍得 我跟各位说 一样跌停满 对不对 今天一样跌停满 三倍得今天 杀出了本波段的 第7根的跌停满 你看有人帮我做股票 王梁氏代会员 放空在257 249 246.5 而且三倍得 你再想一想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对不对 康友是不是 已经都跌破了 他的上市的价格了 现在要换三倍得了 对不对 真的这个差 真的这个差 我跟你说 这一次三倍得 从10月17号 杀出了第一根跌停满之后 再来呢 出现了第二根的跌停满 再来呢 两根跌停 破底之后呢 就有人去抢反弹 还有人去抢反弹 对不对 还有股票老师 最近还带会员下去买 带会员下去拉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王梁不是都讲得很清楚吗 结果三倍得呢 10月29号跌停满 30号跌停满 31号跌停满 11月1号跌停满 今天还是跌停满 做空 就是要空到这种才过瘾 对不对 融资余额那么高 257 249 246 开始杀出了一根 两根跌停满之后 破底之后呢 第三根跌停 再来第四根跌停满 第五根跌停满 第六根的跌停满呢 出现了 到今天为止呢 总共杀出了七根的跌停满 而我呢 在放空三倍得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一样遇到 三倍得有利多 对不对 要前进中国大陆 那感觉跟热生又好像哦 是不是这样 热生是不是去投资中国 然后呢 去整并郑伯文教育 不像郑伯文很厉害 我跟你说 郑伯文补习班是在走下坡啊 然后呢 他也说他要买库长股 有没有 买库长股 有没有用 你们想一想 有没有用 我是不是告诉过各位 你听到越多的库长股 我跟你说 那我就放空一次 结果呢 从257带会员放空完之后 再来呢 杀到207 杀到189 193.5跌停 174跌停 157.5跌停 142今天呢 杀出了第七根的跌停满 第七根的跌停满 在大家的面前 这是王良之前 所带会员去放空过的股票 这档股票叫做三倍的 所以呢 如果你想跟王良一起 来放空这些高价的 高本益比 高融资的 还有投机炒作股 我希望大家 把握住这个机会 利用这一两天 办好手续 下个礼拜呢 王良带你们 全面放空 最后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 通通都能够大赚 我们下周见 拜拜